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说不是的 我从来不是个脆弱的人 人们说 阳光总在风雨后 可一些人即便永远沐浴在阳光之中 内心却一直保经风吹雨打 一个正直花季 妙灵的姑娘 明明人生还有无限种可能 为何如此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在世人的眼中 抑郁正不是病 是矫情 是想不通 是脑壳有问题 只要开导两句 多安慰一下 他就不会自杀了 他们都这么认为 医书里 姑娘还有各医院 希望大家关注抑郁症这个群体 这些年 我们关注了白血病 自闭症 肩冻症 这些病 能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患者的症状 但抑郁症 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人们甚至认为它只是情绪问题 算不得病 那么 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呢 百度百科的解释如下 抑郁症又趁抑郁障碍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 为主要临床特征 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 临床可见心境低落 与其处境不相称 情绪的消沉 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 自卑抑郁 甚至悲观咽视 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 甚至发生木僵 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积略 严重者可出现幻觉 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每次发作持续至少两周以上 长者甚或数年 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 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 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 抑郁症患者都是蓬头垢面 狼狈不堪 甚至崩溃 暴躁的丧气脸 可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看上去活泼开朗 甚至是个逗逼 但内心可能痛苦无比 甚至可能在他们笑着的时候 脑中却想着如何自杀 你能否看到我背后的折磨 每年4月1号 已故明星张国荣 都会被各大媒体和个人缅怀来缅怀去 可又有几个真正关心过他的死因 或者与他一样挣扎在自杀边缘的抑郁症患者 人们想象不到 一个功成名就家财半贯的人 竟也会自杀 对于普通人来说 威胁自己的无非是生存 解决了生存 再求个富裕 也就高枕无忧了 谁会想到去死啊 至于那些焦虑 躁动的情绪 那都是暂时的 过两天自己就消停了 张国荣曾在演唱会上告诉歌迷 一个人除了要懂得如何爱人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要欣赏自己 我 这样一个爱人爱己的人 在舍弃自己生命的时候却果断非常 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 记得早几年的我 每逢遇上一般朋友聊天叙旧 他们都会问我 为什么不开心 脸上总现不到欢眼 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 至于病原则是对自己不满 对别人不满 对世界更加不满 在霸王别姬里 成蝶一的黄阔与内心的苦痛 以及最后他自本的那一刻 如同张国荣内心的真实写照 抑郁症患者 始终生活在人们的不解之中 成蝶一如是 张国荣一如是 还有许许多多明星 艺术家 他们都用了最顺理成章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与抑郁症的斗争 自尽 比起肉体的疼痛 精神的反复折磨更加痛苦 很多普通人也死于人们的不解和唏嘘之中 甚至人们会觉得 他平时是多么正能量的一个人啊 可人们不会知道 他向大家展现的是经过挣扎而调整好的自己 他把自己所受的折磨与煎熬 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可又会在自己孤身一人的时候 将他发觉出来 抑郁症患者表面可以开朗如阳光 内心却永远如漏雨的瓦房 关爱 一种常态语就属抑郁症 有三大核心症状和七个附加症状 三大核心症状 一 抑郁情绪在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里存在且几乎每天如此 基本不受环境影响 持续至少两周 二 对平日感兴趣的活动丧失兴趣或预约感 三 经历不足或过度疲劳 七个附加症状 一 自信心丧失或自卑 二 无理由的自责或过分和不适当的罪恶感 三 反复出现死或自杀的想法 或任何一种自残行为 四 诸素或有证据表明存在思维或注意能力降低 五 精神运动性活动改变 表现未积月或失智 六 任何类型的睡眠障碍 七 食欲改变减少或增加 伴有相应的体重变化 如果一个人出现两个以上的核心症状和四个以上核心和附加症状且持续至少两周以上 那么他离抑郁症已经近在咫尺了 抑郁症患者总能找到一种参照 把自己映射成全世界最没用 最失败 最可耻的人 是人们真必愿意去这么思考和对待自己吗 不是的 是症状在干预他们的大脑和思想 他们躁动 无助 自惨 一步步迈向死亡 这种无形的病症 比癌症还可怕 毕竟癌症还有剂可循 可当你身边一位开朗的朋友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你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抑郁症不是富贵病 他可能存在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逼近平常人的生活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年轻人太大的压力 独生子女 高房价 高房租 强制生育 强制交社保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 我们总生活在压迫与患得患失之中 抑郁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常态 很多人都是韭菜 表现上沐浴这阳光 可不知道哪天又会被收割了 每个人 都没必要假装很强大 事事都要一个人去承受 也没必要为了让他人放心而想言欢笑 向自己信任的人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 一点都不可耻 关心自己身边的人 也给他人一个关心自己的机会 关心 不因只在别人需要安慰的时候才进行 而应该是一种常态 如果每当看到别人产生情绪的时候才去关怀 那他们抑制自己情绪 背后产生的煎熬与折磨 又有谁能看到呢 基于我们是亲人 是朋友 多一些交流 既是一种互爱 也可能是一种救赎 请 您渡划 您 今天请请设计划 您 请订阅 您 这个位置 正值得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